当帮会受到他人挑战 暴脾气的阿杰主张跟对方火拼到底 然而社团大佬龙叔 却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他的小弟跟别人比拼稀粉肯定绰绰有余 单论打架却甚至不如对方一干毛 况且龙叔出来跑江湖一向讲究只求馒头不求气 已经制动人气吞声 才是他混到如今地位的重要法宝 现在我们将时间拉回到几天前 看看龙叔这口气 到底该不该闷声吞响 某废弃工厂内 龙叔小弟明哥正带着大量面粉 与日本山口组进行交易 不想途中遭到他人偷袭 只是山口组两人一死一伤 八百万现金也被匪徒抢走 奇怪的是明哥这边却无一人受伤 原来抢钱四人组来自当地另一社团 他们从小变混几街头 乃是江湖上出了名的要钱不要命 抢完小日本后 为少阿太与阿三来到帮会 将五百万献给老大董叔 即便是小弟们擅作主张 而且自己又跟隔壁龙叔交情不错 但送上门的钱老董却没理由不要 抢劫事件发生不到数个小时 一位叫美纪的日本女人急匆匆地飞到台湾 只因事件中被枪杀的男子是她的丈夫 这次过来只为复仇 难怪很多人都想娶日本女人围棄 有事情他们是真的赶上 下了飞机的美纪 很快与丈夫同事安田会合 后者也就是之前被击伤的山口组小弟 在安田口中得知事件大带来龙去脉 两人又马不停蹄地奔赴龙叔社团 同一时间 阿杰气不过被阿太私人踩着头欺负 说罢就要持枪与其火拼 这是美纪两人来到办公室 安田表示山口组的人 在当地与贵公司交易约海 此时必须给个说法 龙叔这个老狐狸听后瞬间化身笑面户 先是将面粉如数交给两人 再保证会给死去的兄弟一个交代 但前提得给他一点时间 交代完后更是派手下小豪当司机送走两位 且给安排好酒帝 面对如此安排美纪也不再多说 但这包面粉他却拒绝收下 而龙叔之所以如此卑微 自然是不想得罪两人背后的山口组 坐在车上 安田怀疑龙叔是想让前面这个司机监视他们 和美纪商量一番后 找了个借口下车消失不见 留下单纯的小豪摸不着头脑 第二天龙叔带着小弟们登门造访董叔 两位大佬有着几十年的交情 且都是千年狐狸 断然不会为了这点消失撕破脸皮 董叔拿出三百万现金奉上 算是给阿台四人赔礼道歉 出来婚当然利益至上 深恩辞到的龙叔也不打算继续追究 毕竟这下子他的面粉保住 还意外捡到三百万现金 收下钱后这事也就算解决了 之后龙叔为了扩大收益 派出阿杰与明哥两位左右手 来到当地某间皮包工厂 用武力威胁老板强行与其合作 碍于黑棒隐位 老板被迫接受了如同马关条约的协议 本来以为此事就这样过去 但龙叔却没算到 来自日本的这个魏王人 复仇决心有多高 美机与安田贿赂当地蛊惑仔 得知阿太某个窝顶 随后持枪来到目的地寻找仇人 听到熟悉的声音 安田回头一看 认出四位强匪之一的阿三 接着持枪吼住对方 随着遭到背后阿三小弟偷袭命赠当场 美机健壮拔腿开溜 枪击事件发生后 阿太第一时间来到龙叔社团 此时龙叔刚好度假没再帮回 明哥作为二把手负责与其谈判 自家兄弟差点命丧日本女人之手 愤怒的阿太质问明哥 是否偷偷泄露信息给了日本人 明哥表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而且他们没有任何理由会这么做 阿太听后半袋威胁地说道 要是让我知道你没有插手的话 那我就不客气了 阿太的话让门外阿姐火冒三丈 明明是你们这帮人挑食在先 竟还敢在我们这里大放厥词 说法拦下阿太准备动手 你他妈到我们这里嚣张了 怎么样 怎么样 让你不知道这里是哪 我让你充不去 好了好了好了 够了气候 够了够了 够关系的 够了 卖炸卖炸 够了 你也一样啊 我们他们马戏什么东西吗 身高一米六气长两米八 阿姐的存在 让我意识到了这句话的真实性 如果不是同门明哥拦着 他定会让嚣张的阿太出不了这个门 但个人再怎么强悍 也抵不过帮派的威脸 这也是阿太为何敢在阿姐地盘 如此狂妄的原因 与此同时 白天受伤的美纪走在街上苦苦支撑 身在一厢语言不通 让他十分无助 就在女人流血过多即将昏迷的时候 开车路过的小豪认出了他 善良的小伙子将其借回家中包扎治疗 并给对方穿上自己的衣服 这样的举动让美纪感受到来自他国人的温暖 好人 从小到大你是第一个做我是好人 这是门令响起 来者是小豪的女友莉莉 一看屋内还有其他女人 莉莉粗意大发怒斥小豪脚踏两只船 还不等后者解释门令又响了起来 打开一看竟是阿三带着小弟绿毛杀的 小豪打碎玻璃 拥有两人追了出去 他与美纪则躲到衣柜逃过一间 为不让日本女人影响到自己与莉莉的感情 小豪选择将美纪赶了出去 后者歇过小豪后回到租房 不断听着丈夫去世前的谈话 希瑞画面涌上心头 悲愤之下复仇欲望成倍增长 这时丈夫的聊天引起美纪注意 得知了对方在当地有一名叫高桥的好友 接着女人联系上了此人 高桥在黑白两刀混得还算不错 美纪的故事打动了她 思考一番决定答应帮这位同胞的忙 但该父的酬劳依旧的父 奈何女人身无分文没法回应 第二天一大早 莉莉闯入明哥办公室给其诉苦 怒斥小豪在外面偷心背叛自己 告状的同时自然提到了美纪 明哥听后一耳光甩在小豪脸上 质问对方为何收留日本女人 这么做很容易流火上身给社团带来麻烦 没想到这句话引起一旁阿杰不满 为什么他们要忌惮阿泰纳帮女 明明是对方找茬在先自己这边却要当缩头乌龟 说着说着再次提起火拼仪式 明哥做事封哥和老大龙叔一样 讲究利益为先 两人尿不到一个狐狸 又一次不欢而散 而还不等明哥这边发纳阿泰四人却率先出手 小豪收留美纪的事 让他们有理由相信 龙叔社团是在暗地里帮女人复仇 趁夜他们闯入皮包工厂 威胁老板解除与龙叔的合作 该与自己联手 老板在挨了一顿暴揍后被迫服来 第二天听完老板诉口的明哥 也是一肚子气 却因实力问题没法做出反击 没想到美纪这时又找上门来 度假回来的龙叔面对了一堆烂摊子 决定花钱免灾 将董叔给的钱拿出两百万分 给美纪将其打发走 后着有了钱找到高桥 赴完酬劳后在对方手里买到枪支 并学习到了基础射击 还打听到了阿泰几人常常出没的地点 随后女人来到当地一家赌场 这里是阿三经常光顾的地方 美纪人狠话不多 直接持枪威胁赌场老板 在其口中了解到了阿三等人的具体窝底 时间来到凌晨 阿泰与妻子还在赎水 脾气最火爆的阿三一人追了出去 结果在小巷遭到偷袭 被美纪以枪爆头 这时阿泰三人才缓缓赶来 可惜只看到了阿三的尸体 死人自有一块长大情童手足 尤其以阿泰与阿三感情最深 阿泰发誓定要美纪血绽血肠 但对方神出鬼没 他无法确信位置 只好将目标锁定在龙叔身上 因为阿泰百分之百确定自己的信息 就是被对方泄露 台湾上两大黑帮发生火拼 阿泰领衔的四人组完胜龙叔社团 这一次只是警告 下一次便要龙叔伸手一出 后者被迫约出阿泰老大董叔谈判 双方矛盾的导火索 来源于美纪杀了阿三 这个日本女人本来身无分文 龙叔却将两百万送给对方 从而导致了阿三遇害 阿泰一番质问让龙叔给个说法 作为老狐狸的龙叔表示 日本女人的丈夫被你们干掉 岂因她也有一半责任 前天董叔做主拿出三百万现金解决事端 她付给女人两百万安加费的操作 实数正常 阿泰与龙叔始终尿不到一个狐狸 作为何事老的董叔开口 让两人一致对外不要内力 建议阿泰将皮包工厂 让出一半交给龙叔敬意 毕竟对方这一战死了这么多兄弟 然后再让龙叔极力配合阿泰找出日本女人 董叔的话说到两人心坎 双方握手言和不再多说 事后龙叔回到公司 他称这几天要陪孩子出国旅游 所以暂时将公司交给阿杰与明哥管理 不得不说龙叔这位老江湖确实狡猾 直到最近刀光剑影处处危机 所以找了个借口暂时跑路 两把人没打起来最好 回来可以继续当老大 如果打起来了 便直接在国外安家 至于社团兄弟的死活 他才懒得去管 而作为化石人的龙叔一走 向来不合的明哥与阿杰便起了冲突 他们一人主张火拼 一人主张讲喝 护喷之鱼再一次不欢而散 为了社团的未来 明哥私下约出阿泰谈话 决定与对方形成多方面合作 以便日后发展 阿泰其实对明哥和龙叔 从来没有二话 只是一直不爽看不惯自己的阿杰 只要这家伙在明哥社团一天 他就永远不得安身 如此一来还怎么合作呢 阿泰的话明哥非常清楚 细想后答应会给对方一个交代 时间来到凌晨 阿杰正与情妇在酒店里打着扑克 阿泰则开车送明哥也来到此地 他要亲眼看看眼前的人 是否真的下定决心 明哥来到走廊按下门铃 混过黑帮的朋友都知道 江湖中最可怕的往往 不是像阿杰这种喜欢大吼大叫的粗人 而是像明哥这种精通算计 喜欢背后冲刀子的阴险小人 同一时间 之前接到阿杰吩咐的小豪 带着灵石过来 谁知房门一开看到血腥一幕 小豪身中一刀拼命逃窜 巧合的是 酒店楼下美机也开车来到了这里 原来女人一直在暗中监视阿泰 看准时机持枪准备开火 不想这时发现了受伤的小豪 碍于对方 上次救过自己 美机在复仇与救人之间选择了后者 回到小豪家中 美机给小伙包扎好了伤口 谁知又是这种时刻 小豪那位多事的女友莉莉又以此出现 三番两次被这自己与日本女人偷窥 莉莉悲愤之下甩门而去 之后又找到明哥哭诉 其实莉莉一直暗念了明哥 索性趁着机会将身子奉献给了对方 明哥刚杀完人情绪急需发泄 送上门的女人没有理由拒绝不要 结果两人完事后 莉莉仍一直念叨着小豪似乎心里还有对方的位置 这让刚刚付出体力劳动的明哥非常不爽 刚和男友闹完矛盾的莉莉 转眼间就躺到了明哥床上 无意间的解释 暴露了小豪与日本女人的位置 明哥听后第一时间来到租房 结果只抓到了正在熟睡的小豪 随后将其一顿暴躁 小豪知道挨揍的原因 他发誓自己不会将明哥杀害阿杰的事情说出 就在明哥准备下死手的时候 电话忽然响起 接完电话的他 被迫让小迪暂时放过小豪 原来在高桥的调查下 美姬早就清楚明哥与阿泰联手的事 就在几分钟前 他持枪挟持了阿泰的女友 男人之作条件 让明哥放过小豪 并准备百万现金 眼间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 阿泰通过董叔的关系 联络上了高桥 后者作为中间人替美姬与阿泰传话 双方意见达成一致 余某废弃工厂进行交易 而还没等明哥这边发话 内心愧疚的莉莉 却擅自放出了小豪 作为整个事件的始作俑者 莉莉终于算是良心发现 做了一件多余的好事 为什么多余呢 只因她的行为被明哥小弟撞见 也为之后的悲剧埋下伏笔 画面来到阿泰这边 她一人带着百万现金来到工厂 结果被躲在暗中的美姬 偷袭一枪命中 所谓的现金交换是假 想要阿泰的命才是女人的目的 但美姬同时也犯了很多电影里 主角最爱犯的毛病 那就是开枪直打身体不抱头 事后美姬被警方逮到 万能的高桥出面替她摆平此事 但警官警告高桥 为避免日本女人继续声势 她让美姬在明天之前一定要离开当地 不然谁的面子也不给 高桥正好给女人安排好偷偷船只 可眼下阿泰不死 女人怎么也不肯离开此地 说罢讲述起了与丈夫的过往 高桥被美姬的坚持感动 决定最后一次帮忙 随后将压箱底的武器给了对方 与此同时 伤痕累累的小豪回到家里 可明哥已经知道 莉莉偷偷放了她 所以派了小弟赶尽杀绝 好在关键时刻美姬出现 一枪干掉杀手再次救下了小豪 还不等两人暂息 阿泰三人也接到消息杀了过来 一场追逐战由此上 五人持枪从街头一路大战到街尾 美姬小豪见状决定分头跑路 阿泰让绿毛两人去追小豪 自己负责女人 以便亲手给阿三报仇 随着小豪这边陷入绝境 反而激发前面 一枪射出准确命中一人 兄弟们一个个倒下 致使绿毛悲愤交加 火冒三丈的她闷头向前 阿泰一路追杀美姬来到商场 羽人群中察觉一名 背影酷似美姬的女人 走近一看才发现认错人 但机会稍总及时 美姬忽然从后方出现一击致命 终于干掉阿泰替丈夫报了仇 之后美姬拜托高桥 再安排一辆偷渡船只 她要和小豪逃去日本生活 高桥这个大善人 又毫不犹豫答应了女人 本来以为影片会就此圆满结束 但小豪在看完报纸后 突然改变了想法 原来就在昨晚 明哥怪罪莉莉擅自放了小豪 将其打印后丢入大海抛尸 虽然女友三番两次将自己害至绝境 但小豪心中仍爱着对方 为给女人复仇 她晚上趁美姬睡着 偷偷持枪潜入明哥别墅 将熟睡的对方设成了筛子 奈何明哥别墅附近 都是她的手下 小豪随后遭到庶民蛊惑仔围攻 与此同时 美姬醒来发现小豪不在 四处找寻卫攻 而偷渡船只已经到岸 船长让女人赶紧下定决心 是否要走 美姬执意上岸等小豪一起去日本 可他等的人现在正被追上 最终奇迹没有出现 小豪身中竖枪倒在了大街上 美姬则依旧相信对方会回来